屯門青山公路 警方的汽車超速快想機 拍攝到鬼魂影像 震驚全港 成為香港經典的靈異奇聞 究竟這一張真是鬼魂的照片 還是偽造的照片 還是有其他的解釋呢 而事件中的一名關鍵人物 竟然是和賊王張子強扯上關係 今集節目將會揭開 青山公路鬼快想 這個著名的靈異事件的詳情 各位我是善非 敬請支持本頻道的高質神秘解密節目製作 歡迎點贊、留言、分享 有空的話請看一些廣告 又或者加入善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彩蛋 青山公路鬼快想事件 發生在1993年 當年的12月11日 天天日報獨家行單鬼快想新聞 標題是 拍快車上拍到鬼魂 交通部震驚 事件運動傳承 報道指 當年11月初的一個晚上 警隊新界西交通部 在青山公路沙倉段 展開打擊超速車輛的行動 誰知當其中一張快想衝出來之後 見到相片裏面 除了拍攝到一輛超速的車輛之外 在照片的右下角 出現了一大片橙黃色光團 和一名疑似老虎的身影 氣氛詭異 報道又補充 其實在快想拍攝前的5天 現場的確是發生了奪命車禍 一名老虎被車剪斃 司機不顧而去 而令人驚恐的是 死者的樣貌 竟然和這張快想裏面的人影極為相似 據報因為這張快想出現了不尋常的異象 交通部不可以把照片作為證據 所以有關的告票也要作廢 相中超速的車主也因此逃過檢控 這張鬼快想當時震撼傳承 原因是這些靈異的新聞 一向都很少出現在一張大報的重要新聞版面之上 而這張鬼照片更加是來自警方的官方快想 加上一連兩日的大篇報道 令鬼照片這件事變得言之作作 報道一傳十、十傳百 引起全城爭論甚至恐慌 當日一朝早幾個小時之內 近三十萬份的天天日報 被搶購一空 而多年來加上有關公路的其他靈異事件 鬼快想演變成今日 依然成為香港最猛鬼傳說之日 我們首先看看可以在照片得出來的資料 左上角的資料顯示 拍攝時間是1993年11月6日晚19點05分 RAIDER6F相信是拍快想的裝置編號 另外見到手寫記錄寫著Castle Peak Road和50km 應該是指青山公路的時速限制 根據報道拍攝地點是青山公路沙倉段 即是圖中綠色路段 和旁邊的屯門公路是平衡的 據聞正確的拍攝地點是位於大嵐橋附近 後來有不少人不以為這張鬼照片是在屯門公路拍攝的 稱之為屯門公路鬼照片 其實是搞錯了 相片中被拍攝到的車輛的車牌是CF6229 當年有其他傳媒的記者查過這個車牌的登記 查到是屬於一間位於青水灣的有限公司擁有 而公司的持有人就是武打明星中法 於是記者就追訪中法 中法證實在11月6日當晚的確是有駕駛他的汽車 在青山公路被拍快相 再被交通警截停和發出告票 換言之攝氏的車輛被拍快相 的確是真有其事的 但是中法當時並沒有見到任何的異象 至於天天日報報道說 鬼快相拍攝前五天 現場的確是發生劣命車禍 一名老虎被車死 當年也有其他傳媒記者翻查新聞紀錄 發現之前幾個月之內都沒有相關的新聞 而附近的村民也都表示沒有見過 鬼快相入面的婆婆 鬼快相中的鬼影解密分射 除了以上一名老虎 在快相位置被車車死的報道 被揭發是穿著附會之外 從上面裡面鬼異的光團看來 照片的偽造性亦都可以有以下三個 可能性一 菲林走光加剛剛有人經過鏡頭 鬼快相入面的橙黃色光團 和菲林時代 菲林因為某種原因出現部分走光 之後衝出來的照片的效果非常相似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這些走光的照片 同樣出現類似的橙黃色光團 因此有理由相信 鬼快相入面的橙黃色光團是走光所致的 實際的情景可能是這樣 當晚演員中發 在青山公路開車被拍快相那一刻 剛剛有一名路人經過拍快相的相機 因為路人距離相機比汽車近 所以被相機發出來的閃光導致曝光過度 人影又變得光而模糊 而這一格菲林又因為某種原因出現部分走光 走光產生的橙黃色光團剛剛圍著這個人影 就形成所謂的鬼快相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張照片不算是造假 但是基於照片因為出現了走光的異常情況 不能夠成為精密 交通部通常都會棄置 然後有人支持這張照片 或者是有內部人員把照片流出來 透過記者高價賣給報館 成為了鬼快相靈異新聞 可能性二 菲林走光加人影造假 在這個情況之下菲林本身走了光 但是就沒有老人經過鏡頭 在衝光出來之後 照片右下角出現了一個橙黃色光團 有人檢獲了這張快相之後 凌機一觸翻拍照片 再以雙重曝光的技術 將一個模糊的人影 重疊在快相橙黃色光團之中 再衝光出來 成為所謂鬼快相 再以高價賣給報館 可能性三 光團和人影都是偽造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菲林根本沒有走光 橙黃色光團和人影 都是合成偽造重疊上去 這個可能性也是最多人的說法 不過一張正常沒有走光的快相 是交通部舉證的證物 不會隨便棄置的 內部人員要將它偷偷流出來 所沒有的風險也都較大 而且還有一個疑點是 如果光團都是偽造的話 為什麼不造成一般人都認為是 較恐怖的青綠色 而刻意造成慘紅色 令人懷疑是走光相 因此我傾向相信 有人拾摸一張氣致的走光快相 之後 凌機一觸 將它變成是一張靈異的照片 然後賣給報館 騙取豐厚的金錢 我當年正在某電視台 做著一個資訊節目的幕後創制人員 當日這宗新聞一出 我立刻去找一家攝影公司的資深攝影師 訪問他對這張快相的看法 他看完之後立刻發出恥笑 說完全可以偽造同一效果的照片 而當晚我亦都和節目監製 在九龍塘一處偏僻的街道 以雙重曝光的拍攝技術 拍攝出一張類似效果的鬼照片 之後就在節目裏面播出攝影師的訪問 和我們拍攝到的示範鬼照片 證明鬼快相是可以很簡單地偽造出來的 後來傳媒之間就得出 這張鬼快相證實是合成偽造的這個說法 估不論真相是怎樣 這張鬼快相可以合理地推斷 是走光或者再加偽造而成的 並非是什麼靈異照片 報館出十萬元買靈異快相 攝氏記者陳勒索賊王張子強妻子 1993年青山公爐鬼快相 之所以軍動全港 除了和整體社會離不開迷信靈異風氣之外 亦都和當時的傳媒生態有關 據問當時天天日報報館的總編輯 花了十萬港元透過旗下一名記者 向照片的持有人買了這張所謂鬼快相的獨家版權 而照片出街之前 亦都沒有在不同的渠道查實照片的真偽 而急於出街 雖然成功了軍動全城 印刷了三十萬份的報紙在幾小時之內被搶購一空 但是當照片開始被其他傳媒質疑之後 有關報章的信譽亦都受到質疑 1995年《蘋果日報》創行之後 走類似的爆炸性新聞路線 天天日報的銷路漸漸減少 最終在2000年停行 而攝氏的記者 據聞後來涉及一宗勒索案件 案情是當年賊王張子強被大陸公安拘捕之後 這名記者以協助張子強釋放為藉口 向張子強的妻子羅艷芳索取巨款 其後被控勒索罪和被判入獄 這件事件令人懷疑這名記者的操守和品格 更加令人懷疑這名記者 是不是就是當年偽造鬼快想的人 又或者是雙翻合謀的人士 再以十萬元買回報館 無論真相如何 這張所謂鬼快想 極大可能是 其實只是一張走光相 再加上一個模糊人影合成上去的照片 和靈異事件無關 但是堂堂一張三十萬份印刷量的大報 在可無實據之下 就以鬼快想來吸引讀者 除了搞到滿城恐慌之外 連報章的信譽亦都受損 可謂得不常殺 師密賽彈指的士在累鬼而尋 講開開車見到鬼 以下的故事 據說是真人真事 由一位開的士的朋友的行家聽回來的 話說有一晚 駕駛新駛的士的的士塵 因為輸了馬 又兜了整個小時都沒有客 心情很差 認為自己的運氣又不好 當他駕駛到大圍一處偏僻的馬路的時候 突然見到前面 有一個身穿白衣的女子向他招手 於是他就停車給他女子上車 他女子坐在後座 用微弱的聲線說 和合石穿啊 麻煩 的士塵心想 不是那麼邪啊 夜媽媽入和記 不過作為的士人是沒得選擇的 他開車開到和合石路的時候 看一看倒後鏡 發現後面的白衣女子突然消失了 他在惶恐之下踩逼的殺車 誰知又在倒後鏡見到乾綿女子 抬起頭披頭散發 鼻孔流血 的士塵當頭嚇了一跳 很害怕地說 我和你無冤無仇 不要搞我啊 之後就急急打開車門下車 再看看的士裡面 後座空空如也 另一邊的車門打開了 但是的士周圍又不見過女人 的士塵正在惶恐之際 空氣之中 突然傳出剛才那位女子的聲音 他說 的士樓 你害到我這樣 的士塵很害怕地說 有怪莫怪啊 不關我的事 該名女子就說 該名女子說了答案之後 的士塵更加感到匪夷所思 想知道答案的話 就請馬上加入 善非解密Patreon 可以聽到完整的鬼故之外 還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菜單 善非解密 是香港罕友爾講解神秘現象 再加科學 及理性解密分析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節目的話 請繼續支持 善非解密的製作 除了like and share 本頻道節目之外 更加歡迎加入 善非解密Patreon 每月 只是請小太人 一杯奶茶的小費 就可以看 Patreon 每月讀響的 各種私密菜單 短片 以及讀響每集節目的 純聲音檔 隨時隨地 收聽 善非解密的節目 有你們的支持 就有善非解密 解密